朋友们好 还是慢慢一样 上帝做了一个对比海之王以前制作对比现在制作的视频 感谢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说点赞过300就做一期吐槽观物栏视频 想不到再两天就过300了 还是要谢谢朋友们 我可以废话不多说 说实话呢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观物栏这个词 之前看到我们说 动画组加乱七八糟的观物栏 其实我觉得把观物栏这个词 换成乱七八糟的摄影会更合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摄影这个东西 如果你知道摄影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会把观物栏的锅全部给摔个动画组 可能就只是对着摄影输出 但是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摄影这个东西 所以他看到有人说都是观物栏 那他也会跟着每一期他都说观物栏 就比如这段 蛇人的这段 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 我直接我就直接站在板凳上看 我直接站着我 我直接看到我起立 我起立的看的我知道吗 我当时我就很激动 我就把它发到了 什么短视频平台上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看到就刷光污染 看到就刷光污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就想说 那我建议你们把手机的颜色模式 如果可以调的话 把颜色模式调成灰度模式算了 我怕RGB的颜色模式会光污染 对于和之国的光污染 我比较倾向归结于后期摄影 加了人物发光 还有滤镜光污染构成元素 滤镜颜色部分特效 就比方说 索隆九刀流这个原画吧 原画中索隆他的九刀流是没有加这个角色外发光的 甚至说他的作画 他的动作都是很好的 我竟然可以看到索隆用九刀流弹开凯多的动作 弹开凯多攻击的动作 放了以前我都不敢想 但这个摄影 他给这个索隆配的金色是真的 真的不符合什么 就光污染我觉得最主要的造成的三个因素 就是颜色不符合角色 滤镜还有一些特效过剩的地方 滤镜是最 滤镜可以说是造成光污染的主要元素了 基本上这个摄影呢 他为什么要给这个人物加上那么多的滤镜 还有这个发光呢 我觉得啊 摄影他想体现压迫感和战斗冲击力的表现 他如果想体现的话 那么他就是加滤镜 给人物加这个外发光 体现压迫感 但是其实画师给的压迫感已经很够了 他这样子做只会让我们觉得生美疲劳 就其实我觉得 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蛇人这段的时候 还是跟我一样比较激动的 因为这段的话 他并没有加什么太重的滤镜 也像对比1000级 还有这个 这个 陆飞vs的凯多 那些金色 金色滤镜啊 这紫色滤镜啊 都大可不必的 大和vs凯多那么好的动作 那么好的动作系 但是他也加了一个紫色滤镜 可以说滤镜是造成光污染的主要问题 就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的特效啊 是发光粒子啊 就觉得发光粒子也是光污染 其实现在的动漫基本上除了电巨人吧 现在基本上都是发光粒子 对比以前这种廉价的特效来看 呃 现在特效其实是观赏性明显高很多 最恶心的最恶心的就这个滤镜了 就合自过他不是没有动作系 他甚至比以前还要多的动作系 只是被这滤镜给打了 就比如说陆飞vs凯多这段 也可以说是在海贼网 在海贼网TV版里面是相当少见的动作系 但这个摄影他喜欢来搞一下 他觉得呢 他他觉得 氛围不够 觉得啊我自己要表现一下 啊那我就给你加满屏镜的滤镜 一加就半级 这是光污染 文森特这段作画 也是放在海贼作画时段也相当炸裂 凯多vs大和 但是 他又给他加了一个紫色的滤镜 还有这个点中点最经典的 罢禅罢海这两集 一个是绿蓝混合双打的滤镜 一个是满屏金色滤镜 这个说实话 罢禅那集有点净 有点特效过剩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加了一个最没用的 我觉得是最最廉价 最不好看的一个 两种特效吧 就是一个是花瓣特效 还有就是这个角色的 气浪这个瞄边 包裹的身体这个特效 没有必要我觉得 就也不是说 没有必要吧 就我觉得 这个瞄边 其实说你画的好的话还好 他这个金色配色 我真的是绷不住啊 主要是他这个瞄边特效 他不好看你知道吗 你相比 你看 索隆的相对来说 比较廉价的那种 那种包裹的刀的特效 像气浪一样的 就那波浪一样的那种特效 他不好看啊 他这个特效 你对比后面那个火焰 明显那个火焰 他要更 他要更帅一点 是不是 就那个气浪特效 他的形状很难描述 感觉没有那么多美感 真的不行 我还要再提一下 索隆九刀流这个 九刀流这段作画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爆杀以前的 但这个摄影 他又又又 加了这个亮亮的滤镜 可能是被这个金光给照的 我真的是 这段真的非常可惜 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没有加滤镜的时候 的画面 是真的要比 加了滤镜要好看很多的 可以自己去看 也可以发现 鬼岛的摄影 他真的 一言不合 就喜欢开滤镜 但是后面还好 道成光污染的主要原因 就这个摄影 开滤镜 这个配色也是 点重点啊 配色 这个滤镜 滤镜 加这个地狱 配色 直接给光污染 套了个牛鞭 霸服 一路火花在闪电 无虎起飞了 再补充一句 就感觉金色霸气 不适合海贼 除非写实风格 很多人说索隆 威斯镜 他也是管我了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 索隆 威斯镜好多了 知道他配色 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有没有加 他也没有加什么滤镜 他也没有特效过剩 这集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给索隆 设计一套 丝滑的动作 那那种霸海 那集真的是 这种什么扭曲的特效 在这里旋转 然后有很多这种 黑紫色的粒子 这种特效 太多了 而且是满屏 加上这种什么紫色 蓝色 绿色的滤镜 这是真的特效过剩 还有就是陆飞 金色霸王色 那个花瓣 这是特效过剩 这花瓣完全没有必要 感觉这个 到后面 这个摄影 还收敛了一点 他没有给 他没有给索隆 裹那个外发光 他是给他裹外发光的话 真的 很难崩 那是真的光污染 你们随便喷 喷这个摄影 但是他并没有 给他滤镜 我觉得只是发光 粒子特效的话还好 而且这个特效 他也不难看 像那种气浪状的 波浪状的那种特效 是真的 他的形状就不好看 然后最后 最后最后 我赶紧说一下 这大妈的 这大妈的红绿配色 这是真的 我当时都忍不住 我就忍不住吐槽 这个摄影怎么想 可能有小伙伴 他感觉不到这个特效 这个配色哪里不好 哪里会廉价 就是黄我开除的 下一个感觉 有没有感觉到 在设计里 红绿配色 除非你是高手 玩好了才有观赏性 没点实力 只会看着廉价 非常廉价 就比如说你配色玩好了 这段 但他也有滤镜吧 但是 这段本来也没什么动作系 至少这个特效 他看起来 这个特效和这个配色 就至少他看起来 他不排斥 用这一集前面 没有滤镜的大妈打斗对比 是不是感觉要细节很多 再对比那些 没有滤镜 或者配色完好的 打斗画面 是不是要好得多 与其说 特效是光红染 倒不如说 摄影能不能不要加滤镜 到最后 还是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 之前官方 不是发了一个蛋头导的视频 如果这是OP的话 那就意味着 摄影风格 要变回以前写实风格 写实的风格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 画框粒子 有之前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 科普一下 好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个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啦 接下来就欣赏一下 那些摄影没犯毛病的作画吧 对 因为 鱼 蚊 芯 特效 这法则 小伙伴 完全 幻想 你 不仅 那 illon 很 瞳 好 他問他 他跟他人一起去 他被他究竟的 他被弄到 他被傳到 他被 他被人 他被突破 他被到 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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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的射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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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3 4 4 4 5